現場播出日前最流行的江南斯大舞曲 舞台上的阿公阿嬤真賣力跳著正夯的騎馬舞 感染現場的氣氛 現場黃建廷及貴賓也跟著嗨了起來 進入九九重陽節全台東模範老人及敬老楷模表揚活動正式開始 台東有22萬6千多人 其中65歲以上老人就有3萬多人 老人人口比例佔全國第五 我們在22萬6千人的台東縣民裡面 超過65歲以上的老人有3萬人 3萬人零六百多人 所以等於是100個台東縣民裡面 就有超過13個 13個是65歲以上的老人 所以其實台東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那高齡化的社會 這個對政府來講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 我們要很認真的去營造一個高齡友善的環境 高齡友善的城市 如何營造高齡友善的城市 以及讓老人家能活得健康 活得快樂 活得有尊嚴 推廣各項老人福利 如健康檢查 社區照顧關懷 文康休閒 生活津貼等 本次表揚有17位模範老人 17位敬老楷模 以及9位憲府社會處長青志工 活動最後還有長青志工的國標舞表演 華麗的動作一點也不輸給專業的選手 最後也要呼籲做子女奉養父母 正所謂三不五時 愛要吉時 可以讓老人在家寒衣弄生 移養天年 東台新聞陳敬雄 台東市報導